9月8日张艺兴蜡像正式入驻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小绵羊也禽子现身和蜡像一起拍照 由于效果太过逼真 粉丝一时间也是傻傻分不清楚 如果不说哪个是蜡像 大概真的很多人分不清哪个是真人张艺兴吧 小绵羊的这个蜡像真的是一种艺人中最逼真的 可能是被自己摔倒了 小绵羊一个没忍住还亲了自己 张艺兴蜡像的手摆出了一个RL的姿势 是在告白自己的粉丝吗 果然是实力充分 忍不住再感叹一下 这个蜡像真的做得太好了 真正的复制粘贴 如果所有蜡像都能保持这个水准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车祸蜡像了 比如韩国蜡像馆里的中国明星黄博 青党夫妇向你泡来一个迷之微笑 韩国蜡像里的中国明星李冰冰范冰冰 有点像五妹娘里面的造型 讲真相比其他蜡像这个范爷还是美的 周杰伦周董的蜡像还蛮像的 起码宽度很像 Lady Gaga这发型这造型我给满分 不怕蜡像是煎熬 看了这么多论蜡眼睛 还是觉得国内的蜡像更胜一筹 9月9日 赵宫宇一身中性休闲路可现身机场 他宿面朝天 下巴处倾线三厘米八横 不知是怎么弄伤的 他边走边腼腆摸头 还在现了金马奖上的经典表情 绞蛇 最近赵宫宇和张一山合作的电视剧 春风实力不如你 前几天收官了 这部戏让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9月6日晚 赵宫宇在微博喊话 张一山称春风都刮完了 家俩什么时候关注一下 还特意爱的张一山 而张一山也抢在沙发秒回 俏皮的称 秋风都刮起来了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网友们被两人的微博逗乐 分为围观并留言 前不久 周冬宇现身首都机场 他身穿蓝色衬衣裙 搭配卡中牛仔外套 潮味十足 下衣失踪 绣马甘腿 周冬宇本来身材小巧玲珑 最近好像更瘦了 一双马甘腿十分抢劲 草前录节目时 周冬宇还曾透露 自己因场外问题 身体欠佳 有朋友在欣赏 不感美的同时 不忘关心其健康状况 直呼太瘦 希望周冬宇多吃一点 此前 周冬宇现身某个铁站 头戴棒球帽 身穿oversize 棒球外套 搭配热裤 露出修长美腿 全素颜无口罩墨镜 皮肤白皙 能处天际 在影响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